有民众投诉他的朋友离婚之后呢 花了三十多万在万华一带买春 担心他太沉迷 但是却怎么样检举都没有用 而中式记者呢就实地走访 在这个西原路上 一条街就暗藏了数百家的情色业者 而且几乎都是大陆还有越南女子 是以假结婚的方式来台卖营 不但经过的时候会被业者骚扰 这女记者在访查的时候还被询问价钱 居民更是不堪其扰 哈马桑热情地拉着客人走进包厢 边走边喊价 进到门里还劈头就直喊自己的功夫绝佳 小姐有得心做我的鼓励 你敢说你只攻击六百块也不用怕 真的 你相信我 我这个小姐很好玩会打好 你要怕吗 要不要怕 我陪你来怕给两百 少姐三百 就是五百块也 保证让你意犹未尽怎样的服务都有 万华西院路短短一条巷子就充满百家卖银店 有民众投诉看不下次离婚朋友花了数十万买春粉而投诉 报警单始终没一下完整条街几乎都被大陆媚越南媚攻陷 有客人甚至大半天就当街挑衅女子询问价格 让出入的民众相当头痛 这不漂亮啊 漂亮啊 说几乎是 逃乎就没错啦 比方再说就行了 这都会怎么 嗯 像就是太小便宜有没有 搬摸一下 还搬手拿弄一下 就野语上的那种 脸像口泛地瓜的老板都会被咸猪手摸 但警方只能加强巡逻 何时才能让花街柳像销身匿迹 恐怕还是 难上加难